有了中央完民會基盤的麥卡扒鼻塑中 現在已經是來到第九階 其中包括基盤十五年的移動威度比賽 透過年夜跟鼻塑的方式來記錄環境的故事 以為了要讓各位好多人可以享受自己的精彩作品 現在也在幾年文化中心 基盤為期兩句話等等 邀請民眾擁有來產物 為民眾一百一百的威作 來臨都是為了原住民的生活和傳統制定 這些作品都是原民會基盤的麥卡扒鼻塑中 跟李董維度創作比賽這種的作品 現在開始在幾年文化中心電視 就是希望讓很多人知道關注民的傳統文化 都是讓參賽者有典現自己的地方 我們的兒童對話創作已經舉辦了十五年 那我們的麥卡扒已經舉辦了九屆 麥卡扒是阿美族的語言 是經驗的知識 那也特別謝謝我們如理事長 長年以來的協助跟幫忙 其實我剛剛看了這些作品 因為這一次是第五次巡迴展 那這個展覽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作品 已經涵蓋了原住民十六組的文化祭典 人物風景 甚至所謂的碎死記憶的活動 從作品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小朋友 對原住民深層文化內涵的呈現 也可以從作品裡面可以看到原住民文化美麗之美 我們很希望說讓原住民的 他們的一個非常卓越的天賦的這些美術作品 能夠讓許許多多的台南市民朋友看到 這展期大概有兩個月 所以我想一定是很多人 在我們貴人文化中心 出入進進出出的朋友 或者是專程來這邊觀賞 這個展覽的朋友 都能夠欣賞到我們原住民小朋友 非常美麗 而且非常具有天賦的創作 那我想說這個絕對值得一看再看 這間展覽的作品當中也有很多棒 都是過去立東圍圖比賽在中間的作品 出版單位也特別邀請他們來分享自己的經驗 在台灣應該很少人會知道這個族群 就想藉由這個畫作來讓大家知道 第十五族拉阿樂華族 貝神祭是拉阿樂華族裡面最重要的祭典 他大概就是在講說 之前有一群台人貝神幫助過我們 我們跟他們分離之後 他們就送我們十二個貝殼當作一種祈福 他就是想藉由這幅畫讓大家知道 貝神祭的友人 這間的電影是除了台北以外 為了雷電出 雷電就是在整人文化中心 出版單位也有幾個豐富的活動 讓學長可以實在關注民族 相關的故事和文化 也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到台南七萬民會的幫忙來查詢 記者國務衛規定區參與不得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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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